在浙江中部前唐江上游 有一座美丽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这里传送着金星与物女甄华的动人故事 因此得名金华 南宋著名词人李清照永畅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周 描述了他的豪迈与壮阔 如今他正以满腔激情书写着百姓富裕 这中崛起的壮丽诗篇 京华市域总面积1.1万平方公里 下辖兰西东阳义乌永康四续 浦江武艺盘安三县 武城京东两区 常住人口540万 外来人口300万 这里交通便利 区位优势明显 是国家级陆路交通主枢纽 境内规划建设有 航金渠 金利温等八条高速公路 浙干 金温 航长高铁 以及规划中的金涌 金胎等六条铁路 在这里交汇 一屋航空口岸 已开通至香港 韩国等国际航线 东阳恒电通用机场 徐江航港 金华段等项目 也已开工建设 金华水路空 三位立体式交通格局 正逐步形成 金华 历史悠久 人文晦翠 被称为小邹鲁 八千五百万年前 东阳龙在这里繁衍生息 上宿和睦度史前文化 三千年的上山文化 印证着一万多年前 这里的人们便已种植水稻 两千两百年前 金华开始设县建峻 从此一个文化礼仪之邦 名人蕙翠之地 闻封鼎盛之城 享誉古今 江南第一家千年正义门 民间故宫东阳卢宅 南西诸葛八卦村 盘安孔氏家庙 武艺岩福寺 永康方言胡宫庙 市区古子城等历史文化古迹 至今还在诉说着 昔日的辉煌与荣耀 这里崇文众教 人节地灵 名人辈出 初唐四节之一 洛宾网 浙东学派 宗师巨匠 吕祖谦 金元四大名医之一 朱丹西 明朝开国文臣之首 宋莲 东方莎士比亚 李渝 以及国画大师 黄冰红 一代报人 邵飘平 史学家吴涵 诗坦太斗 爱卿 人民音乐家 诗光男 科学巨匠 严济词等名人大家 彪秉史册 以赤石成阳 闻名于东南亚一带的 黄大仙 在这里出生 修行 得道 金华物剧 是中国最古老的地方剧种之一 被誉为 灰系的正宗 金剧的始祖 金华斗牛 龙登 浦江台阁 永康十八蝴蝶 盘安赶茶厂等 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远远远流长 荣获巴拿马波兰会金奖的金华火腿 酥饼 瘦生酒 让人回味无限 金华一居一居已有 雾将蜿蜒穿成过碧水蓝天绿金华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金华大地 至今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 城市森林覆盖率达60%以上 饮用水水质 在长三角乃至全国首屈一指 是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先后八次被评为中国十家宜居城市 四度传联中国十家和谐发展城市 连续五年 跻身中国三十个最安全城市 荣获联合国人居环境范例 中国优秀贡献将 金华还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拥有一个5A级景区 19个4A级景区 拥有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 以夜圣桃笔下的双龙圣景 和蓝溪六洞为代表的龙洞群 竞相争旗 以永康方眼山金华九峰山为代表的 丹霞地貌挺拔俊秀 以金华北山五亿牛头山为代表的山林景观 引人入胜 这里还拥有众多名胜古迹 与祁山秀水交相辉映 太平天国世王府 宋代名刹天宁寺 诸葛八卦村 渔园太极村 碗头乌石村等盛迹 令游客流连忘返 东方好莱坞恒电影视城 是亚洲最大的外景拍摄基地 游客接待量近两千万 且逐年大幅递增 五亿温泉城拥有全国一流 华东最好的温泉 自古金华就有 以意为先 崇尚道德的文化积淀 小邹鲁 家族文化等道德基因 世代传承 形成了金华人淡薄入世 勤奋善良 乐于助人 忠诚信义的品格 在优良传统道德文化基因的影响下 近年来 金华更是涌现出了许许多多 可亲 可敬 可信 可学的先进人物 自2002年 中央电视台启动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以来 金华议程就有四人感动中国 并先后涌现一批全国道德模范 浙江骄傲典型人物 善美城市成了金华的亮丽名片 在坚持守法经营 公平竞争 诚信守约的市场经济活动中 金华率先探索出了市场信用分类监管的义乌模式 在全国工商系统得到推广 义乌小商品市场 还被授予首个全国信用监管示范市场 国家级首合同重信用单位 成为诚信市场的典范 全市累计培育浙江省诚信市场八个 省市级信用管理示范企业一百二十一家 千古风流 信义金华 日益成为金华文明城市的金字招牌 从鸡毛换塘发展成为国际商贸名城的义乌 从泥水瓦匠发展成为中国建筑强势的东洋 从打铁补锅发展成为中国五金之都的永康 一段段传奇都是金华人创业创新的骄傲 作为浙江省重点培育的城市群和都市区 信息网络经济先进装备制造 健康生物医药 文化影视时尚 休闲旅游服务等五大千亿产业迅猛发展 金华是新兴产业基地 已形成电子信息 现代五金等主导产业集群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 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是世界第三大五金产品集散中心 东阳中国木雕城年销售额突破百亿元 南西是中国制造名城 土江是书画之乡 武艺是温泉名城 盘安是中药材之乡 金华还是浙江省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重点市 金华又是全国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中国十大电子商务城市 辖区七个县市全部入围 2013年全国电子商务发展百家县 位居2014年中国电商百家城市榜单 金华还是浙江第二大信息港 拥有两条国家一级和十条国家二级光缆弹线 2014年5月 金华获批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城市 成为了网络经济创业的梦想之城 阿里巴巴菜鸟 金益电子商务新城 中国移动金益通信产业园 北京大学信息科技园 塞伯勒 浙江互联网创新中心等 一批优秀项目纷纷落步金华 金华线拥有两个国家级开发区 九个省级开发区 一形成超百亿产业集群18个 随着城市空间不断拓展和功能不断完善 一批重点区块正抓紧开发推进 金益都市新区 近期规划面积50平方公里 金益综合保税区已于2015年10月21日 由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 金益电子商务新城已投产运营 中欧工业生态园 金华国际科技城等项目全面开工 多湖中央商务区 规划建设面积6.78平方公里 金华山 胡海棠 吴百滩 胡子城 铁路西客栈 旅游度假区 三江六岸等区块正在加快推进 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升了金华的战略定位 着力将金华打造成全省发展新的重要增长级 浙江省第四大都市区 带动浙江中西部协调发展的中心城市 金华 一座充满魅力与活力 是一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开放城市 期待有时之事 共同见证 城市发展的变迁与荣耀